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材料当中 这位女孩的话 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表达的是吧 怎么样去观察她的这种倾向呢 我们可以从哪能看出来 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 她可能会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 其实这个女孩的自杀有偶然因素 也有必然因素 那我们所说的抓到蛛丝马迹 就是从心理学层面抓到自杀的 那些必然的因素 那些她人生脉络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孩子来讲 我想她的一生中应该有 最少有四次机会可以避免她自杀的 怎么讲您说说 比如说如果她的父母 能够在他们冲出她信仲所的吵架 或者父亲的喝酒 妈妈对她的一个语言中 能够知道避免形成这个 我不重要这个模板 或者是认为她是一个不重要的女孩 在这个模板的话 她即使以后遇到很大压力 即使她很困难 她都不会选择自杀 这是第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她父母把握好了这一点 是可以避免的 这是第一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呢 应该就是在幼儿园的时候 一样的机会 如果我们幼儿园的老师 有一定的这样的生命教育的一些培训 他也能观察到 哪些孩子他的心理地位是 我不好你不好的这样的心理地位 如果有这样的心理地位 其实应该很好地设置一些游戏 设置一些互动 也可以避免她这个模板继续发展 这是第二个层面 设计的游戏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导向 因为孩子呢 他通过语言上的这种学习能力要差一些 他通过这种心理游戏的矫正 可以避免这个模板继续发展 他这个心理地位啊 就像人生的一个积木一样 一开始是父母跟我们摆在底下的几层 如果这几层摆歪了的话 越摆越歪 它就会倒下的 无论以后你怎么发展 它都是在你这个心理地位 都是在你小时候学生的底层的积木 但是不是说呢 你就不能动了这积木 我们这几次挽救的机会 就相当有四个调整的机会 如果这个四次调整的机会错过了 那可能它会越来越偏 上面有一个外立大厦就倾倒了 就死亡 所以刚才讲到的是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 其实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 在幼儿园的机会 第三次我就刚才提到的 就是他的叛逆期 在学校的这个十二岁到 初中 应该是在初中 初中朋友 对 因为这个幼儿园 这是脱离了家庭 在这个上 初中嘛应该是 他应该是看到了不同的家庭 他应该是对家庭的判断 但是也是他自我成长 换这个他这个脚本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这时候学校的生命教育 在这里还是有作用的 如果就是我们有一个侦选方法 知道这一百个学生中 有几个人 他在这个心理的素质 或者他这个模板 是自杀倾向的模板 其实是给予一定 可以给予一定的干预的 可以知道哪些人 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可能别人觉得 这个人孩子很乖 也很老实 是最好教育的孩子 那可能从心理学家 或者从我们TU 沟通分析角度 可能觉得这样可能很危险 可能视角是 那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去了解到的呢 是通过谈话 还是填心理的这种题目 心理的题目 那这两个方式都有 但是我觉得 作为我们这个真正的 这个国内的情况 让大家填表 这个效果还很难说 普及性也不太好 那么我们建议呢 这个国际上这种发达国家 他们每个学校 还是有这样心理辅导师的 心理辅导师 他们会用自己学到这种 不同的心理流派的理论 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别 那么比如说我们 TU沟通分析的方法 就会通过他谈话 遇到的事情 这个语言观察 就能设定他的心理地位 是不是属于 你不好我不好的 四个中的危险性 他的禁止信息 是不是我不重要 或者是我不要存在的 禁止信息 如果发现这两个禁止信息 我们可能都会给他化为 我们应该进行干预和预防的 这个状态中 会给他更多的关爱 更多的这种社团的一些互动 那我们这个TA沟通分析 如果要了解一位同学的话 需要的时长是各场的 一次谈话的时间 还是两三次 应该有一次谈话的事情 一次谈话就可以了 就可以的 如果就是我们 比如说做的时间 很长的人 可能跟那个人谈十分钟 他的原生家庭 就可能知道了 但是学的时间短的人 也可以通过量表 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能够了解 他的原生家庭情况 他是不是有这个心理因素 当然不是说 你有这个心理因素 就一定会自杀 它是一个内在的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还是很复杂的 那刚才提到 到社会这个层面 其实还是有次机会 这就是第四次机会 第四次机会 当他从大学走向社会的时候 这时候他可能面对的压力更多 也就是说 他通过这四次 他的人生脚本 他的游戏生机 有些人游戏就生机了 即使原生家庭不好 通过四次生机 三次生机 他可以到社会上 按他的生机过的脚本来生活 那有些人可能 失去这样的生机机会 他这个游戏版本就比较低 他到社会 遇到相同的压力 他处理能力就相对 他的抗压能力也弱 处理能力的 处理压力的能力也弱